在全球各国基本告别了防疫管控的同时 中共成了唯一要极端清零的政权 凌晨三点小学生排队做核酸 而宠物和海鲜也都不能放过 在政府的扶持下核酸产业赚得盆满钵满 凌晨五点半被临时叫出来做核酸 在杭州举办的相关论坛上 甚至出现了核酸盛事的字眼 引起网民极大反弹 而中共防疫管控带来的惨剧 在各地轮番上演 其中贵阳大巴翻车案 成为外界所知的最新意气 9月18号凌晨2点40分左右 贵阳一辆转运隔离大巴发生测翻 官方称车上47人有27人死亡 20人送医 担当局对事故原因含糊其词 贵阳市要在19号实现清零 于是出现了凌晨将大批居民 全部转运到外地隔离的情况 最终酿成惨剧 事故也在网上引起极大民愤 我们都在车上成为热门评论 但当局迅速展开舆论维稳 控制舆论相当的延伸的 不允许大家讨论 也不允许大家公开的说这件事情 在网络上进行了大量的删帖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辆 无处可逃的大巴车上 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人 都有可能被拉走 这个现在中国大陆 十余多人都在上证 疫情防控的这个车上 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 每个人都应该出来发生 出来制这样一个反人类 反社会 无法 无道 无理的动态经理政策 民愤难平下 当局19号拉出三名基层干部 进行停职处分 但至今没有公布更多事故消息 部分地区的转运工作 甚至仍在继续 新唐人记者宇婷 易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订阅